陳法拉和華姐姐妹宋希蓮 陳爽犯罪 三人葬太凍齡 同十一年前幾乎零變化 三女在十一年前後的變化不大 更添了一份成熟美 藝人陳法拉近年轉戰荷里活 並且在今年三月產下愛子 和法席老公組成幸福的一家四口 可以說是人生的大贏家 而早前陳法拉回來香港 不停去到約好朋友見面 繼她早前與陳敏芝、呂惠儀、阮小儀聚會後 近日又約和華姐出身的宋希蓮和陳爽犯罪 而宋希蓮在社交平台貼出三人的合照 更加拿出十一年前的樣子去做對比 三女在十一年前後的變化不大 更添了一份成熟美 宋希蓮用英文寫著說 十幾年後我們每個人都用了一些膠原蛋白 去換了兩個小朋友 和我們非常幸運的丈夫 而這三位前華者的狀態動靈 和十一年前幾乎沒有很大的變化 見到一些相片 39歲的宋希蓮和陳志新 穿上黑色的情侶裝現身 而陳爽穿著卡其式的貼身針積衣 和她的金融財進老公梁子謙去到現身 而法拉單拖出席 笑容燦爛的三位華者 依然美麗、友誼不變 法政先鋒6 吳葉坤勢流利日語 敬吸症爆太太、崩口愛子 原本有份參演 坤哥透露監製中樹街 原來曾想過要請太太、崩口愛子 一起參加拍攝 但太太覺得自己不太會演戲 未去到最好 所以不敢去做 法政先鋒6 倖存者的舊屬 除了不斷有話題性的單元故事爆出外 故事的主線依然圍繞著主角 由黃宗澤飾演的余星柏 每個星期飛去日本四出尋妻的發展 有一天前 星柏的好朋友 由吳葉坤飾演的張大偉 幫忙之下找到目擊證人 因為對方是日本人 大偉全程在旁邊幫忙翻譯 坤哥也藉此大學了6年的日文 9月5月宣布和日本女演員 崩口愛子結婚的坤哥 原來早在2018年已經努力學日文 當時的目標 是希望將自己的音樂帶到更遠的地方 他說我2018年去了日本做Cover 看看有沒有機會將歌聲傳得更遠 當時認識了很多音樂人和朋友 學了很多日文 之後再到我太太 我一直都很努力保持著水平 都希望可以考到N1 我覺得人大了都可以學習新的東西 學以致用的坤哥還在拍攝 發政先鋒6期間幫忙為劇組 和有份參演的日席演員去做翻譯 他說都很開心可以幫到大家 讓拍攝上順利一點 不用怕語言障礙 坤哥又說監製中樹佳 原本曾想過邀請他的太太一起參加拍攝 可惜最後因為一個原因未能成事 他說我太太始終覺得自己不太會演戲 最主要是他覺得自己未去到最好 所以不敢去做 而除了學日文之外 坤哥四年前又學玩空手道 更加一步一步邁向進步 而且在比賽當中得到冠軍 早前坤哥在社交網站上分享他的戰色 並且很搞笑又感性地留言說 拿到冠軍很開心 人生對上一次拿冠軍好像是中五的推元球金牌 今次明白了 無論多累也好 不要剪到出來 咬緊牙關也要打下去直至完場 歡迎一切變得更加強大 都是那句 年紀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肯不肯去開始 乒乓球的嬸嬸也繼續打奧運 如果找到喜歡的事 沒什麼理由不讓自己試下去 對於空手道學有所成 坤哥就說 很久沒試過學一樣東西 原來可以見到自己進步和升級 滿足感很大 什麼都膽試的坤哥更加少言話 學完空手道之後 有興趣轉型挑戰動作場面 193跑車撞人隔27小時報案 貼車攝錄片正非不顧而去 193說一直都在反省自己的行為 ERROR成員國家進193 在星期日的時候 在土瓜灣美線同道 開著一輛紅色法拉里到車的時候 不小心撞跌站在車後的一名婆婆 事件被網民拍到之後 並且放上網 而這名網民形容193 逆線行車撞到婆婆之後 跌落地 之後再出來說一句sorry 就不顧而去 引起網民的熱議 而193在日前 亦在IG發文交代話 對方表示不需要報警或去醫院 她道歉後離開 又向警方備案 193在8月21日的時候 再更新她的IG限時動態 她直言說為了這件事而失眠 又反思自己的行為 她說昨晚很晚才下班 回到家裡不太睡得著 一直都在反思自己的行為 可能因為第一次開車撞到路人 當時自己都很亂很心慌 不懂怎樣去應對處理 但我完全明白我駕駛是有不正確的地方 以後一定會非常非常小心 遵守交通規則和留意路面所有的情況 而193再三去到強調撞到人之後 第一時間下車 並且去到慰問對方 她說我最怕就是在網上見到不實的報道 又說我不顧而去 例如將影片咳頭咳尾 令痛惜我的人見到這些不實的資料 會不開心甚至和人吵架 所以我昨晚下班 立即回到車營 想讓大家知道我一停車 就馬上衝下去問問婆婆 或者可以形容她是依依 問她需不需要去報警或去醫院 最後希望依依一切安好 事件已經交給律師和警方處理 所以我暫時不能回應太多 多謝各位的關心 而憶有心原本和另一位歌手 一起出席品牌活動 而在前一天的下午 有關方面突然宣布活動取消 通告沒有解釋原因 有傳媒記者向宣傳人員了解 回覆說 品牌暫時將傳媒公開採訪活動取消 改為私人拍攝 並不是取消合作 而另外根據警方的消息 現外發生 到收到相關的報案時間 距離大概是27小時 雍家瑞、李明慧、港姐曾呼戰被重提 胡有正大方回應說 緣分天注定 胡有正直言緣分天注定 沒得選擇 1997年港姐冠軍 雍家瑞在當選兩年後 閃嫁給她年長20年的海馬牌床褥 創辦人 兼七海化工集團主席 胡有正 分後淡出娛樂圈 專心相夫教子和過著少奶奶的生活 而胡有正近期開設小紅書帳號 並且熱衷與網民互動 近日網民提起當年曾轟動一時的 雍家瑞和前女友李明慧、港姐曾呼戰 而胡有正也大方回應說 情歸雍家瑞的原因 胡有正旗下公司以往 一直是港姐的贊助商之一 當年的亞軍李明慧當選後 公開與胡有正的戀情 並且會在幾個月後結婚 她向TVB提出解約 一心打算解入浩門 但不夠一個月 胡有正被傳媒拍到 在李明慧去到美國工作期間 和同屆港姐冠軍翁家瑞約會 翁家瑞更說自己才是正印女友 兩個人已經拍拖接近半年 而胡有正也出面承認 翁家瑞的女友身份 最終兩個人在1999年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結婚 婚後生了兩個兒子 結婚25周年仍然相當恩愛 港姐曾呼戰雖然已經落幕多年 但仍然有不少人關注 近日有網民在胡有正的 小紅書貼文下面留言說 為何不選李明慧選了翁家瑞呢 胡有正回覆說緣份 引來其他網民熱議 更有人表示一個敢問一個敢答 胡有正再次回覆說緣份天絕頂 不能選擇 之後又有網民指 你最著名的是烏公其安 兩個香港小姐爭做你老婆 而胡有正表示 不要盡信娛樂報導 很多不實和誇大的報導 實情是大家都意想不到 不過娛樂一下大家 開心一下就算了 最大的誤會就是 我追過袁詠儀和蛇絲晚 實情是我從來沒有追過 袁詠儀和蛇絲晚 這麼多年都是啞仔食黃年 淨 採釀牡的健康 選擇 安排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